前世是一位僧人,而今生是一位自身的背包客,在西藏的扎穆斯遇到一件奇怪的事,一位104岁的老喇嘛和他说,前世,你本是我的徒弟,以慈悲为怀,救人为己任,不幸的是,在一次救援行动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 若今,你已重回故里,你若相信这一切是命运的安排,为时代你再次踏上修行之路,你若不信,这里有一些东西,你可以随便挑选一件,作为你此行的纪念。 时间来到2022年的12月份,小龙大学室友在群里告诉他,说他跟爷爷学了几天的推演,就室友让大家把生生八字发给他, 就让他推演一下。据说这位室友的爷爷呢,是非常厉害,当地也是非常有名。 那时小龙并没有在意什么算命这个东西,心想,既然你喜欢算了,就算吧。 于是呢,就绝对把自己生生八字发给他,这室友帮他算了一下,这结果呢,是非常不好。 这小龙的命理预测显示,就是说他一月份可能遭受大灾,而且八字中他有三个七杀, 而小龙呢,就是也研究过周易这些东西,他知道这个七杀是什么, 这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命格啊,就不太好。 那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七杀,这七杀呢,也叫七杀, 中国传统命理学中呢,每个人的生生八字,就是年月日时, 这是四柱,这每一柱呢,由天干和地质组成, 这八字中间呢,出现三个会以上的七杀,那就被称为是三七杀, 这意味着人的性格中可能存在一些顽固,冲动,这暴躁的因素, 同时呢,也可能面临一些灾难和困难,这古代的人呢,都相信, 只有三个七杀的八字,就可能会在这个人的事业和人际关系上, 可能受到更多的障碍和磨难。 这时间一转来到了元旦,这也就是2023年元旦的时候, 小龙和几个朋友呢,计划去山西玩,他们选择了山西运城, 作为目的地,因为那里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官邸庙之一, 那叫谢州官邸庙,那这场旅行的人都知道, 这每到一个景点呢,如果有庙啊,或者是道观的, 都喜欢拜个佛,求签什么的, 那小龙一到达庙里呢,就决定,这每个人都去求签, 当时总共有13个人,这包括小龙的朋友, 那大家都顺利的求得了签,那当轮到小龙的时候呢, 就发生一件奇怪的事,这其他人的签都被解了, 这唯独小龙的签没有解,这小龙也是很诧异,就问着原因, 这庙里呢,当时小龙也不知道他是到底是什么, 是主持啊,还是方丈,这大概是庙里的一个主事, 就跟他说,死签不赶紧, 但是建议的小龙呢,把签烧掉, 这小龙就觉得他非常奇怪, 但是也没往多的想,那心想烧了烧了吧, 这这个东西本来他也不太相信, 那就是一个娱乐嘛,之后呢, 这一行人去了山西的永乐宫, 那那里呢,这小龙又被朋友们这个起哄, 这嘲笑,你也去求一签嘛, 那他又去求了一签, 这结果呢,和之前一样, 被告知签不敢解, 这为啥也没说, 这建议把签烧掉, 这小龙呢,当时就有点懵了, 这虽然这平时呢,就不太喜欢这些东西, 但一连两次都是这样, 这难免让人心里在嘀咕, 那直到有一次去华山, 就参观这个御前院, 这小龙呢,一行人就开车过去的, 那当时呢,小龙清楚的记得, 这迎接他们是个老太太, 这老太太是干嘛的, 是为了给他们找车位, 赚小费的, 这老太太呢, 当时就给他推荐了一个老师傅, 也跟他说, 这来这里几乎都是求钱算命, 这个老师傅算得特别准, 这当时小龙在想, 这可能就是骗钱的东西, 拖嘛, 就没往多了想, 这先参观再说, 这一行人呢, 这有几个, 他就喜欢这个东西, 那小龙呢, 那说,那你们算吗, 那我在旁边挡着, 那还不行吗, 就过了一段时间呢, 小龙就有点待不住了, 就说这什么时候完事, 干脆咱们走吧, 不行下次再来, 在说话之间呢, 这个老师傅就看了小龙一眼, 就跟这个小龙说, 他说我不要你的钱, 小兄弟, 他说我在花生这么多年, 大概是二十多年, 这你是唯一一个, 就让我看着啊, 就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人, 都想给你算算, 这小龙呢, 这也听, 那你想算那就算吧, 当时这个师傅说的特别准, 小龙说呢, 他的父母从小自幼双亡, 这些都算出来了, 而且时间也对得上, 老师傅说的一件事, 是特别不外, 他说你之前是不是身上带了一些东西, 是一个道行非常深的人给你带上去的, 当时小龙说这个, 好像是没有, 又好像有, 这时间带啥也忘了, 这个师傅就跟他说了, 他说依你的命格, 这大概的意思, 你可能活不到现在, 就说白了, 你身上有一件法器, 这个法器呢, 是一个修行非常高的人给你带上去的, 而且这个法器, 是你前身的法器, 这是你带上他, 带在你身上, 就保你今生无事, 当时小龙想了想就说, 那可能就是我身上的这个手串了, 是一个天珠和糖球, 组成的这一个手串, 这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, 这2015年的时候, 这小龙上西藏去旅行, 这让西藏人都知道, 西藏因为是高原, 这缺乏氧气, 人到西藏的时候, 就容易产生这种高反, 这小龙是经常去, 但在这次去的时候, 就到了这个地方, 这不知道怎么, 它是产生高反, 那心里想是早上起来, 起来也早, 或者睡觉凉着了, 就身体不适也很正常的一件事, 他就走在这个寺庙的门口啊, 就在这个地方, 就歇一会儿, 这没想到这个时候, 穿出来一个小篮子, 他就说他小和尚嘛, 这个小和尚就过来跟他说, 他说师主啊, 这是我师父告诉我, 说今天这有个贵人来这, 这下意识啊, 这说的意思就是小龙, 这个小和尚呢, 就跟他说, 师主您跟我来吧, 那正好也是身体不适, 那就去吧, 这一行人呢, 他们几个朋友就在前厅坐着, 这小龙呢, 就跟那个小和尚, 就来到这个佛像旁边, 他记得挺清楚, 这个佛像旁边有一堵墙, 这个墙呢, 看它是墙, 但是用手一推它, 它是一个暗门, 暗门里边呢, 就坐着一个老喇嘛, 咱们就管他叫老和尚, 说这个老和尚的长相就是特别吓人, 怎么说呢, 因为年龄特别大, 104岁, 这皮肤都干枯了, 这看起来, 就说的难听一点, 就像干尸一样, 这他看着也挺害怕, 而且当时的光线特别浑暗, 就是说在西藏这个地方, 这和尚好像是不太喜欢用电, 而喜欢用这个蜡烛, 这当时进去之后, 这个老和尚, 这也是侃侃而谈, 就跟小龙说, 上说天文, 下说地理, 又说宇宙, 就说了半天之后, 就来了一句, 就问小龙, 这你相信轮回转世吗? 小龙说我不信,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这一段, 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说, 多年前有一位大徒弟, 就因为上山救人, 滑落咸崖而亡, 而你呢, 就是我的大徒弟转世, 所以怎么怎么就把这个事跟小龙说了, 当然小龙是一脸的蒙个大脑一片空白, 根据他师父说的, 小龙每天会做到一个梦, 这个梦很奇怪, 这奇怪到什么地方, 他始终是梦到一个庙, 他说庙是哪个庙不知道, 因为西藏这个庙啊, 这大概都是长相一样, 那小龙他也没太在意, 就是有这么一个梦, 每次经过这个庙的时候, 他都会感觉一阵悬晕, 第一次进入这个庙, 有一次悬晕, 这2015年的时候, 经过这个庙门口的时候, 又一次悬晕, 但是根本就没感觉到, 有什么特别, 因为当时他没印象, 哪个庙是哪个庙, 他都知道他就是庙, 我就走到这个地方, 是身体不太得劲, 这个老何人跟他说, 你如果相信罗鬼转世的话, 那你今生就跟我一起修行,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, 那我这里有几样东西, 你看你选一样带走啊, 说着呢, 就把佛像旁边供奉的这一些衣服了, 还有一些手串了, 包括一些使用的, 就这些法剂就拿下来了, 当然小龙就随便拿了一个, 他拿的这个呢, 我们叫的是唐球, 也叫唐珠, 这西藏这些, 佛家都喜欢这些东西, 他就拿了一个这个, 这个老何人当时是告诉他, 他说这个, 就是你前身的本命法器, 想到这, 这小龙是彻底对上号,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这么邪性吗, 直到第三次到华山的时候, 碰到这个所谓的顺命, 他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, 说到这的时候呢, 我也问小龙, 最近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吗, 或者说平常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吗, 他说我自从戴上这一串所说的法器之后, 真的就再也没做过那个梦, 因为临走的时候这个老何尚和他说, 以后你戴上这个法器, 就不会再做那个梦了, 果真, 再也没梦到那个寺庙, 但是总能梦到一片海, 小龙和我解释, 他说有一年, 他确实去了这个地方,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, 其实他不是海, 是大连湖, 他回想到说17年的时候, 他去的是秦岭的敖泰, 大远海, 就泰白山的一个湖, 是和梦里一模一样, 他和朋友17年去的时候呢,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, 这17年当时新闻也报道过, 17年的时候, 小龙一星人去泰白山上的那个湖, 叫做大远海, 这小龙上山的时候, 他们一星人很多, 这小龙的这一串珠子就断了, 那小龙就弯腰去捡这个珠子的时候, 因为小龙经常的登山, 而且呢, 习惯打篮球, 这膝盖本身就有伤, 他这一蹲一下, 就感觉是扭到了, 这膝盖特别的疼, 在这个时候, 就想算了, 反正来到这儿了, 不行, 再来吧, 他就和他旁边的一个朋友, 掺着他, 他就下来了, 正下来的时候, 当时这个山上下了大雪, 半山上, 他遇到了剧园队, 所以当时他是第一个下来的, 而当时山上的是七十多个人, 死亡三十七个, 其中死亡这三十七个人当中, 有八个是小龙的朋友, 说到这儿呢, 小龙非常想把他的经历, 能制作成一部短片, 或者是电影什么的, 那么今天呢, 我是把所有小龙讲到的故事, 精简了一遍, 发给大家, 如果各位小伙伴, 如果是真的喜欢的话, 那么我会详细的, 把这个整个的故事, 分成几期来发出来, 那么你是否真的会相信, 世间有轮回呢? 今天的故事你怎么看, 不妨告诉我, 咱们下期再见, 拜拜。